我是来自四川自贡的 我姓王 叫王世贵 今年又是四岁 我今年五十七岁 我姓夫叫福淑华 你们来干嘛 我们到这里来 是跟我的孙女 曾玉酸她妈妈告白 就是你女儿了 不是 媳妇 也不是 那什么意思呢 我是她的救公 她是她的救公 是收养 对 为什么要向你孙女儿的妈妈告白 我的孙女啊 今年已经二十岁了 病人的孩子二十岁了 已经长得很高 不是我的这个孙女啊 她越长越晚越长越晚 越来越小 一点也不长 就长去长来就像一个 像个婴儿一样 那是多大的时候 到57岁 头发也掉了 人也变了 那个点啊 容器很大 这里就是她 办身份证时候的相片 这么小啊 这个是十三岁 这个是十七岁 十七岁的孩子 长得像 越长越像 三四岁的孩子 那个是三岁 三岁 那个是三岁 三岁的时候 这是正常的 对 她以前十七岁的时候 反而变成这么大 对 这张是正常的 五岁 然后这张左边 是十七岁的身份证照片 这是什么病症啊 她就越长越来越长越来越长越来 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那她的这个脑子呢 她只有五六岁的孩子自杀 怎么后来被你们收养了呢 这孩子 她爸爸带了那个癌症 癌症就去世了 她家里房子也没有 又没有其他的亲人 她妈妈呢 她妈妈 她妈妈 跟她爸爸离婚 她妈妈就嫁跟别人了 就不关她了 找过她吗 多次找过她 我们打电话 到了很多次 她的家人 亲戚朋友 找她当 她都不见面 她有了自己的家庭 有了自己家庭 她一个儿子都已经十岁了 我今天倒是觉得 她的母亲不会来 因为她害怕这个 重病的小女孩 小女孩会影响自己的新生活 以及自己新的家庭 造成一个阻碍 更何况我们今天 都把她的母亲 放在这个道德的这个火上面去烤 她更不会来到这个舞台上了 我倒觉得 她妈妈可能会来到现场 舆论已经把她推到了一个顶峰 在这个时候 她需要面对的 不光说是要向她的小家去交代一下 她可能还需要 向我们大家都交代一下 我想即使她今天不来 我认为她在任何可能的条件下 都会关心着珊珊的命运 如果她真心地想关心 这个小女孩的话 她这两年的时间 她可以偷偷地去打听 因为她心里面 根本没有这小女孩 所以你现在给她找很多 冠冕堂皇的理由 就是在给她找借口 她就是一个没有良心的母亲 就是一个不负责的母亲 其实我们要把人都想得好一些 既然她能做好 现在这个家庭有爱的母亲 也能够做好 珊珊的有爱的母亲 我觉得特别愤恨 我就特别想问问 这个女孩的妈妈 你摸摸自己的这儿 你有心吗 你有没有良心 你问问她 现在呢 谴责太多也没有用 因为我们都希望 珊珊的妈妈能来到现场 让我们共同鼓励 妈妈能来到现场 这个医生跟我们说 你这个孩子 要不治疗是一个方便 但是心理治疗也很重要 所以说让她妈妈 经常来看看她 跟她一点温暖 跟她一点爱 我们不要她出于风险 麻烦是大货卖铁 只要我们有一口气 我们就要把这个娃娃的瓶 给她治好 我们就要把这个孩子 带到我们的身边 护养她 把她的病治好 今年已经21岁的珊珊 因为脑垂体肿瘤 在17岁时 竟因为逆生长 缩小成了两岁婴儿的模样 多年前 珊珊的母亲黄玄英 离婚后 就到了外地重建家庭 从此 珊珊与多边的父亲 相依为命 艰难生活 就在珊珊不断缩小的时候 父亲又因为胃癌晚期 不幸去世 可是就在生活 完全陷入绝境之时 不幸的珊珊 却又幸运地被年迈 而善良地救公救婆收养 如今珊珊已经恢复到 八岁的模样 今天 珊珊的救公王世贵 救婆胡舒华 带着医生的叮嘱 来到告白的舞台 希望珊珊的妈妈 黄玄英 能放下过往 尝去看看珊珊 给病重的珊珊 一份普通的母爱 并承诺 绝不赢珊珊妈妈一分钱 挥尽全力为珊珊遗致 那么 多年未曾谋面 一直回避 救公救婆寻找的黄玄英 会来到现场 接受汪世贵 胡舒华的告白吗 其实这是一种 很卑微的要求了 我们不知道 这位母亲 是不是能够来到现场 来请站到开启告白 这门的按键方便 好